热线十二今日关注 陕西安康车主网上选中吉祥派号 车管所索要八万元辆号费 广东善委 警方联合多部门 破获特大地下钱庄案 三个月下来 累计的资金可以达到上亿元 河南原阳 火灾造成两死一伤 嫌犯落网土石情 犯了谁家家烧死我 我也不活了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8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就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 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回答记者的提问 那么该规定 对于司法网络拍卖的准入规则 还有运行机制 都做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现在我们就连线一下 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郑萌 郑萌你好 主持人你好 郑萌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 咱们今天的发布会现场 发言人 发布会的发言人 也就是最高法的执行局局长孟祥 那么首先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条规定 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呢 是为了解决当前执行男的问题 那么将被执行人和他的财产变现 是实现在现人利益的一个关键环节 而司法拍卖呢 是财产变现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网络司法拍卖 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些环节的效率 那么今天在现场 最高法也公布了一组数据 其实在全国范围内 现在已经有1400多家的法员 在自主开展网络拍卖 现在进行的网络拍卖次数 已经超过25万次 成功处置标的物的金额呢 也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 仅2015年一年 拍卖就达到了12.4万多次 而处置的标的物呢 也达到了5.7万多件 成交率达到了84% 平均溢价率为36.7% 但是呢 随着网络司法拍卖 这样的高速的一个发展 在时间过程中 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 比如说拍卖模式多样 拍卖主体多元 操作规程不一 所以说最高人民法院 从2013年便开始着手起草 咱们今天所发布的这条规定 那么这期间 还多次召开了座谈会 广泛调研 向全国各级法院专家学者 相关行业协会 网络拍卖平台真诚的建议 同时积极听取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的意见 最终在经历了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的两次讨论后 于2016年5月30日 这条规定被正式审议通过 那么今天的 所公布的这个 拍卖的相关规定 一共是38条 主要是对网络司法 拍卖的平台准入规则 运行模式 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 以及一些具体的竞拍规则 进行的全面而系统梳理 那么在发布会的现场 咱们最高法执行局的局长孟祥 关于这个拍卖的规定 也提出了几个亮点 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这个规定 所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分别是网拍优先原则 全面公开原则 和市场选择原则 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既然网络拍卖这么好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拍卖都放到网上呢 那么发言人在现场 也做出了一定的解释 那一方面是因为 我国各个地区的 互电网发展水平并不均衡 对于那些网络发展水平 相对落后的地区 传统的贩卖方式需要被保留 那么另一方面 由于法院 本身处置财产的多样性 也决定了不能一刀切的规定 所有财产都必须通过网络 才能进行 那么另外一些亮点内容呢 就涉及到这个规定的一些具体内容了 那么规定这次明确了司法拍卖的主体人 主体是人民法院 而不是被拍卖物品的所有人 也就意味着 咱们今后的网络司法拍卖 由法院直接来组织 有资质的网络平台来进行 那么这种模式 其实可以帮助当事人省去委托 拍卖机构的一大笔佣金 好的 谢谢郑萌啊 谢谢你的现场报道 好 刚才呢我们注意到两个数据 一个呢是现在全国有超过 1400余家这个法院 在进行网络的司法拍卖 那么还有呢就是成功处置这个标的额呀 超过了1500亿元 都不是小数 所以可见呢科技时代来临了 这个网络呢更加深入了我们的生活 那将来呢 法院的这个网上司法拍卖 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好 咱们接着关注下一条消息 在陕西省的安康市 有一位汤先生 他呢给自己的新车取了一个吉祥号 是陕G88C88 可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车管所 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 却被告知 要交8万块钱的吉祥号费 汤先生说 为了给刚买的新车上牌照 7月22日 他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 名为交管12123的软件 在提交了身份证号 机动车车架号 发动机号 以及购车发票号等信息后 汤先生注册成功 开始选号 就看到了这个号码 就是陕G88C88 当时在20选1的里面 我就立马地选了这个号 88C88 感觉这个号挺激励的吧 挺好的 感觉自己运气特别好吧 7月25日 汤先生来到陕西省 安康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车管所 准备领取牌照时 问题出现了 工作人员给我讲 这个牌子要交8万块钱 他说是 这个号码是亮号 必须要交 不交钱 可不可以来 他说不行 要交8万元才能领取车牌 幸运变成了负担 汤先生说 因为这个号牌 已经被他选中 如果弃号 两年内都不能使用网络选号 只能去业务大厅 选择其他号段 而陕G88C88这个号牌 也将作为垃圾号回收 并由陕西省交警总队管理 三年内其他人也无法再选 既然他把这个牌子 可以当垃圾扔掉了 不如把这个牌子 当垃圾扔给我 垃圾都不给我了 7月26日下午 记者来到陕西省安康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 值班民警表示 汤先生在网上 只是预选号 按照规定 五位数的车牌号 其中有四个数字相同 就属于吉祥牌号 需要收取 2到8万元的费用 其中含有四个8的号牌 收费最高为8万元 四个9是5万元 其他的2万元 至于收费的依据和定价标准 需要向车管所负责人了解 但目前陕西省交警总队调查组 正在安康调查此事 车管所负责人正在配合调查 无法接受采访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到了 安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王鹏 王支队长表示 2005年以前 吉祥牌照是不收费的 但个别车主为了得到一个吉祥牌照 就会找关系 既容易出现问题也不公平 2005年在政府的协调下 安康交警部门与财政部门 根据会议纪要 启动了向吉祥号车牌收费 对于这次汤先生的遭遇 王支队长说 汤先生在整个选号过程中 没有任何过错 是他们工作的疏忽 没有提前告知 给车主带来了麻烦 在表示道歉的同时 他们也承诺 一定会妥善解决 不会让他出前来个满意的牌照 好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杨文战律师 欢迎杨律师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人 宋小杨 也欢迎小杨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选号费的事 对于车主来说 肯定希望这个量号是不收费的 但是车管所怎么答复呢 车管所说 那你不收费的话 有人托人情找关系来选这个号 那不就不公平了吗 我不知道小杨你怎么看 怎么把这件事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 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它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说它不合理 你看汤先生按照这个整个的选号的程序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然后当他选到这个号的之前 所有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告知他 你选了这个量号之后 你是要额外付很多的这个费用 这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不合理 就是如果我在消费产品之前 我不知道为了这个消费产品 我将付出哪些代价的话 那首先这是第一个不合理的点 其次想象你说的这个不公平 你看刚才这个交管所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以前老有很多人脱关系 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脱关系的人 把这号就给谁了 那现在为了能够去阻挡这个脱关系 我们给出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平 可是这会是他省了事 但是老百姓废了事 所以说这个不公平还是在这 那如果想要真实公平的话 咱把好号都拿出来 对吧 大家公开拍卖 你要交费应该是自愿的 对 不能说你降临在人家头上 你就得让人家交费 对 现在对于这个汤先生来说 好像是一个馅饼 但掉下来一块砖头 但是在这里面还有就是拍卖 是否符合真正的法律程序 这是需要探讨的 那么安康市这个收费规定 打哪来呢 是从这个2005年 交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有一次会议纪要 那问一下杨律师 就是收费规定从一次会议纪要 从这来制定 这合法吗 那肯定是不合法的 那么首先我们说 什么叫会议纪要 它只是行政机关 做会议的一个记录 绝对不可能成为行政行为的 一个法律依据 而且我们再来谈一下 这个收费该怎么办 那么作为一项行政收费 不是某一个行政机关 想怎么收就怎么收的 在我们国家 它实行中央和省级的 两级的一个审批制度 比如作为安康市 它要想制定一项新的收费 新的行政收费制度 它至少要经过省级的 财政和物价部门的审批 没有这个审批 绝对是违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拿一个会议纪要 就赶来收费 而且不公开 这里面我们觉得 实在是有点任性 政府部门特别应该 注意这个法律程序问题 对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 下一条消息 那今年呢 是反洗钱法 颁布十周年 那么近日呢 中国人民银行 还有公安部等五部门呢 就联手开展了打击 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 转移赃款的专项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2015年年底 在日常反洗钱监测中 中国银行尚未分行的 工作人员发现 当地一名自由职业者 严茂的账户资金进出频繁 而且金额巨大 一天下来 可能一笔啊 有十几万到几十万 一段时期下来 可能几千万 三个月下来 累计的资金可以达到上亿元 这个似乎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他所能产生的这些交易量 中国银行善未分行 立即将这一异常交易情况 报给了中国人民银行善未市中心之行 先初步调查 严某事前洗钱 随即中国人民银行善未中心之行 将这一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 严某及其交易对手 在当地六家银行 共持有1200多个账户 初步查明 严某等人通过对敲结算的方式 也就是在境内收取人民币 境外支付外币的方式 帮助外资企业在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 从中赚取汇率差价 同时 在深圳以开杂货店为掩护 收集全国各地的外币线钞 再由水客携带至香港 完成外币走私出境 今年5月19号 公安部门开展收网行动 对严某等人进行抓捕 抓捕当天 中国人民银行善未市中心之行 也联合当地六家银行进行紧密配合 在抓捕行动当天 就冻结的这个账户是1200多个 冻结的账户资金大概是7100多万 最终 警方共抓获严毛等犯罪嫌疑人15名 捣毁犯罪窝顶4个 现场缴获港币450万元 人民币130万元 查扣银行卡优盾等一批事案物品 共涉及金额超500亿元 今年5月 四川省广源市建格县的一名养鸡专业户 向当地某金融机构提出10万元的提前还贷申请 本来是一个正常的还款行为 但金融机构在对该客户进行回访调查时 却发现了几处可疑情况 凡贷款的资金来源 非常可以 是出租它养鸡厂的一些部分设计师 得来的收入 但是这个出租这个养鸡厂的这个价格 又高出其他的周边的养鸡厂 这个价格的10到5倍 经调查这个养鸡厂的新租户为外地人 养鸡厂外还加装了防护栏和铁门 并且禁止外人进入 行为极其神秘 相关部门据此初步判断 这10万元租金很可能来自毒资 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 立即对这家养鸡厂展开侦查 发现从今年6月起 陆续有外地牌照的车辆进出养鸡厂 养鸡厂周围也散发出一些异味 同时有情报反映 一些来自于福建的制毒犯罪嫌疑人 已经进入建格县 警方随即对这养鸡厂进行了突击抓捕 福建的技师到达现场以后 不到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把这个窝点就端掉了 我们在现场这个缴获了 疑似麻黄树的物体有300多公斤 此外 警方还在现场查获制毒化学品辅料50吨 据初步估算 现场缴获的制毒原料 最终可以制成一吨的冰毒 目前 警方已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 刚才这些案子之所以能破 线索是来源于一些 银行的可疑的交易报告 还有一些金融情报 那这些金融情报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反洗钱部门 每天都会收到上千家金融机构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涵盖了银行 证券 保险等领域 这些报告经过大数据的分析 会变成有利的金融情报 移送给侦查机关 有一些犯罪分子 他通过公转私 私转公 通过无数的好像不相干的想隐藏 但是在我们那强大的分析功能之前 完全可以把他做了这些手脚 通过资金流 全串在一起 据统计近十年来 中国人民银行向侦查机关 移送了近万件可疑交易线索 同时也协助侦查机关 调查了近两万起相关案件 去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与公安部等五部委联手出击 开展打击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 一共破获了450起地下钱庄案 公安部竞争局反洗钱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将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的竞争 开展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 并联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 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同时公安部也提醒公民 要提高反洗钱意识 主动防范 下一步 中国人民银行将重点预防和打击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洗钱犯罪活动 建立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清款制度 遏制洗钱活动将非金融部门行业满引 好 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2016年春天的一把大火 完全摧毁了河南原洋村民贺利杰的家 那这把大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 他叫赫里杰 今年25岁 2016年4月 他从一场火灾中死里逃生 而那场火灾夺走了他的丈夫和两岁儿子的生命 那场火灾在赫里杰的身上 也流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赫里杰全身烧伤面积达到50% 其中手臂和后背达到三级烧伤 当时他怀有身孕 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见到这个世界 就匆匆离开了 2016年4月17日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在赫里杰看来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时隔几个月 赫里杰的家还保持着火灾之后的模样 火灾发生当天 警方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查找失火原因 当时主要的着火点 是在赫里杰家西侧的房间 这个房间被人媒的用衣柜作为隔断 分成了客厅和卧室两个部分 而赫里杰一家三口 平时就住在这间房里 墙壁上一些挂件 钟表 电视机 这些东西表面都有很严重的融化 衣柜北面过火面积不大 像床上的褥子 被子 还有床都没有着火 民警勘查发现 着火的地点主要位于西侧房间的客厅区域 客厅的门窗有明显燃烧过的痕迹 而卧室内被褥等物品完好 并没有发现燃烧的痕迹 它烧的位置都很奇怪 一个在房门 一个在窗户 这个地方是没有电线的 也没有电器的 它怎么着火 它只可能是由其他的外部原因造成的燃烧 乡村地区发生火灾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电路老化 或者电器使用不当引起的 而民警在对现场进行调查分析后 排除了电路着火的可能性 那么火灾究竟从何而起 这时房门处的两个缺口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通过走访调查警方了解到 在发生火灾前 这扇房门是完好无损的 新鲜的缺口是发现起火后 邻居们救人是造成的 那么另一个缺口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邦安民警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在这个区域 咱们发现有一个汽油桶 它的上部是融化的 里面还有些汽油 它另外一个汽油桶是在这个区域 它是一个新蓝牌大豆油桶 在这个桶 它这个瓶盘是打开的 它这个桶的瓶盘是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桶内残留部分黄色液体 咱们又浓过之后 还是有很浓业的汽油味 室内汽油桶的位置 恰好与房门区口处对应 而汽油燃烧瞬间产生的高温 完全可以造成室内的物品融化 种种迹象表明 现场发现的汽油 很有可能就是这场火灾的助燃剂 这起火灾不是天灾 很有可能是一场人户 那么究竟是谁和赫里杰一家 有如此大的仇恨 他又是因为什么 而下次毒手呢 为了尽快找到真凶 原阳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侦察员继续对现场进行勘查 另一路侦察员开始对赫里杰夫妇 展开外围侦察 但一番侦察过后 相关的信息反馈显示 赫里杰和丈夫 平日从未与他人结过仇怨 私生活也很正常 只是在火灾发生当天 赫里杰的丈夫娄某 曾与他的继父贾某 发生过一些争执 就4月17号9点多钟 他和继父发生了摩擦 把继父一两目都吃 也推走扣牙 并且也有反应 就是说他母亲离家 跟其他人去过了这个线索 还有说这两口 楼某他两口 想让他继父离家 不让他们在这生活了 为了查明事件的真相 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侦察员立即对楼某的继父 今年44岁的贾某展开调查 周围是多少家 大人们开着 认不在家 当时我 鸭子懵了 他说这是贾某的手机 这是在书根的下面 而不是在表面 这不是单纯的遗落 而是说是故意地放到那了 越来越多的线索都显示着 贾某有重大搜案嫌疑 为了尽快找到贾某 远洋警方立即对贾某进行的通缉 而此时因严重烧伤而昏迷的贺利吉 在医院中刚刚苏醒过来 在这场大火中 贺利吉的丈夫和两岁的儿子 全身的烧伤面积都在90%左右 4月20日 当时刚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贺利吉 想去看望自己两岁的儿子 但他得到的 却是儿子去世的噩耗 想起去世的儿子 贺利吉有些后悔 就在大火发生那天 两岁的儿子曾经要求他 想要吃块糖 贺利吉并没有答应 每当想起这些 想到儿子 贺利吉都伤心欲绝 这一让他的身体状况 受到严重影响 又见其毒走了他腹中的孩子 因为我小肯脑弹感率太大 医生不咬咬 我今天又哭了 我怕哭了 两个孩子相继离去 贺利吉几次都想随着孩子们一起去了算了 可想想年轻半百的父母和孩子抢救的丈夫 贺利吉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2016年4月26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九天 原阳警方找到了贾茂 在下午6点那中 那一个销这个弄牙院吧 这个这个 在这个彩获里发现了个险人 他没有反抗 他也 对他也是一种解脱 他在外 在这么多天也是坠于不安 东罗西藏呢 贾茂被警方抓捕归案 警方在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贺利吉 原本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丈夫的他 却从父母那里听到了又一个噩耗 就在当天中午 他的丈夫抢救无效 也已经离开了 孩子和丈夫相近离世 让贺利吉觉得生活再也没有希望 他开始一次次轻生 但都被父母发现 没能撑顾 而身在牢狱的贾茂 并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感到些许后悔 后悔 我也不再后悔 比如啊 他就这样一点情都不留了 对我也 他也不留情了 我在家里 我当成像一个狗 连个狗都不剩 今年44岁的贾茂 当初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只有36岁 那时贾茂家境贫困 性格内向 一直未能成家 家人都很着急 那一年贾茂惊人介绍 和当时刚刚丧偶的张金桥相识了 张金桥家的经济状况比贾茂好一些 在没有领结婚证 也没有办酒席的情况下 贾茂来到了张家 和张金桥以夫妻的名义 生活在一起 一只渴望有个家的贾茂 把张金桥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在外面做水泥工的收入 也都交给张金桥 贾茂的收入 也就成了这个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2012年6月 为了给小儿子准备婚礼 贾茂和张金桥一起盖了一幢二层楼房 盖了新房 两个儿子也相继结婚成家 贾茂和张金桥 一直在老房子里 和大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2015年年初 当时刚刚离婚的小儿子外出打工来 家里新盖的房子便空了出来 为了多赚一些钱 张金桥就把房屋出租给一名外来打工的店工 随后贾茂和张金桥也搬到新房子居住 随着接触时间久了 张金桥与那名店工之间产生了感情 2015年8月28日 张金桥离开了家 张金桥的离家出走 让贾茂十分郁闷 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在家生活的大儿子夫妇俩 竟然想要将他从新房子里赶走 我从新年来他念我都 念了两三次 我没有念他 因为我小儿子和婆子还会来跟他过 我怎么会念他 他给他拿牙 除了也不过 我也不管拿牙的现实 婆子说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该滚真滚的 你在我们家里 从挣多少钱 都是我们的 贾茂觉得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妻子张金桥的离开 如果妻子回来 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 贾茂几次寻找 终于在2016年4月11日这天 在殿宫所在的村庄 见到了张金桥 我先丢人 我说老处的 我说咱们两个去一边说说 不让人家知道这个事 他老了我手 我就说 我实在不敢过 他说 打死你 死体人就脱走 打了两下 打了两下 我也没站枪 他叫了两个男的 多过了好几句话 这次争吵让贾茂 彻底心灰意冷 他本想得到一些补偿后 就离开这个家 但最终 他也没能得到 我也没法 人家念我走 不行的话 我就走了 去外面 外面打工 其实我都说 赶快走 他自己让他不让我歇 他就退着走 就走 因为摩托车的事情 贾茂与大儿子夫妇 又一次争吵了起来 双方甚至大打出手 我挣的钱 以后我拿走了 我一分钱都没有了 那时候脑筋 一点空白 中午饭我也没吃 睡了 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难过 我就想去灌汽油了 你要真的 不让我活的话 我也就不活了 贾茂分别到 三个加油站 购买了汽油 这是稍稍冷静下来的贾茂 再次希望亲属 能够帮忙调节此事 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八年 他还是想和平解决这件事 让他大白跟他旧 还去调节 这个事 我们几个要做到一块 这个事情 还给我说 说开 我的钱给我 我都走了 你打电话 都没人去 做事也没人管了 亲的后的也没人管了 亲戚的态度让贾茂更加郁闷 一个人在饭馆里喝了半斤白酒后 贾茂又一次想起了自己 买好的汽油 没法活了 我把他谁家 一家家烧死我 我也不活了 4月17日晚上10点30分 贾茂点燃了汽油 一场大火 夺去了几条生命 也让贺里姐一家 欠下了不少外债 一个原本和谐的家庭 最终闹得家破人亡 无论谁对谁错 都已经无法挽回死者的生命 也无法消除身上留下的伤痕 先说这个贾茂 故意纵火造成了两死一伤 他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杨律师 这个罪名判断稍微还是有一点难度 因为以放火的方式来杀人 在实现当中有两个罪名 都有可能构成 一个是放火罪 一个是故意杀人罪 区别在哪 放火罪强调的是 针对于公共安全 不特定人的生命的这种伤害和威胁 所以我们来判断这个罪名 我来看到现在来讲 首先他杀只是想张家人 这个是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 重点就看他的犯罪手段 以纵火的形式 如果他只是想杀张家人 但是确实纵火的手段上 威胁到了不特定的 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还是可能会构成放火罪 我刚才看了一下片子里的内容 他家是水泥房 而且放火的位置呢 来看也有针对性 应该不至于对周围邻居家的人 人的生命造成影响 所以应该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特征 那么故意杀人罪的话 造成了两死一伤 这样严重的后果 面临他的很可能是死刑 很遗憾 但是也是罪有应得吧 看了这个事以后 很多人就觉得 张家是不是做得太过分 欺人太甚了 这个也有人觉得 那时候贾某做事 太极端 太不懂法 太愚昧 我不知道小杨 你怎么看 这个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这片子里面 其实讲了这么几个人物的关系 但是最为关键的 其实就是张金巧 就是和贾某这个 同居的这个人 首先他是把自己和贾某之间的 这个婚姻关系 没有解决之后 遗留到了自己儿子和儿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张金巧确实是 有一些做得过分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俩之间是同居关系 但后来和电工好了 他跑了 他跑了之后的时候 把这个遗院留到了 这个他儿子和这个贾某之间关系 其次我们会说 这个张家的这个儿子 就已经去世这个大儿子 做事稍微有一点点太过了 一辆车如果当时贾某想想 把这辆车开走了 他扔走了 那么对于贾某来说 36岁进了这个家 44岁你想把我赶走 8年帮你两个儿子结了婚 盖了房 你想让我竞争出户 他肯定心里是不高兴的 当然在这里边还有个问题 就是贾某如何来处理 和这个张家的关系 第一个和张金巧 你是怎么进在这个家门 今后这个和这个张金巧的关系 不好的话 你怎么去处理 接着和这个儿子之间 他也没有处理得很妥当 所以最后让他喝了半斤白酒之后 脑袋一热 买了汽油之后 就把人家给烧了 最后在这里边 你看张金巧在接受 记者采访的时候 儿子没了 两岁的孙子没了 还有个没有出事的 这样的一个孙女 他在这里边特别底气十足 可是对于自己失去的亲人 没有一点点的回忆 在这里边比较遗憾 平静深夜突发车祸 司机不知去下 我都看见地上 鱼灯熟悉 警方仔细侦掌 现场疑点重重 交通事件造成的受伤 它不会有这种细微的 这种主意 离起失踪的司机 触目惊心的血迹 车祸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江西贵西 男子赐死情夫 携其逃跑中若瓦 热线十二 明日播